這奮力一錘是想敲醒誰 監視器預算案 蔣克已經大佔三百回 現在蔣萬要重新奪回 主控權 規經要求法務局相關單位 即刻啟動解除一百零六年 柯市府所簽訂的專案費率合約 可規不再蔣隨 大刀揮砍子合約費率 兩千兩百元的高水位 有望回到母約更多議價空間 然而藍營又爆料 柯市府當初簽訂的合約 不是封存三十年 而是根本看不見 台北市政府跟我講說 包含議員萬安市長最近也很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找了一個禮拜 真的找不到相關的計算紀錄 跟這個核定的過程 台北市政府所有的紀錄應該都在 所以他找不到是他不想找到 還是刻意找不到 從一個協約變成四十七個協約 預算金額從三百萬來到了五億六千萬 如果他很可惡 為什麼你任那八年沒有跟他解約 你反而跟他簽更多的合約 綠營加碼揭露 柯文哲跟臺志光合約 年年加簽也加錢 會不會覺得柯文哲是刻意留下一顆定時炸彈給你的 我想我們上任至今到現在我們接受很多案子 我們當然就是面對 確實接受不少案子 包括大巨蛋還有公安疑慮 副市長黎四川也將在本週前往監院接受約詢 我跟妳講 簡單的事我早就做掉了 哪裡輪到你迪士川的 簡單的是任內政績 困難的就成了市政延續 華人新聞蘇雲寬張苛台北報導